教育部在微调课纲 但是高中的公民科的教科书 确实大变动 白色恐怖被删掉了 为言论自由而自焚的郑南荣 也被删掉了 高中市长陈菊今天说重话 民主斗士郑南荣争取言论自由 是历史的事实 不论喜欢与否都不容被抹灭 教育部的手法很卑劣 高雄市长陈菊参访在地的电子公司 对于企业的产品可以走向国际 感到很光荣 过程中不时露出笑容 但一提到教育部将唯一条课纲 把高中公民教科书里的白色恐怖 及镇南龙史料统统删除 陈菊相当不满 甚至在议会备巡时 直接炮轰教育部 你抹杀台湾共同的记忆 包括民主发展的过程 我想这种抹杀 这种对历史的压制篡改 我是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卑劣 一向温和的高雄市长陈菊 难得说出重话 因为白色恐怖的历史不容抹灭 镇南龙为了争取言论自由 为如今的民主打下基础 更是不能被忘记 用自焚的方式争取百分之百言论自由 我们历史的事实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历史的事实是不容许毁灭 不容许谋杀 那今天教育部的课纲的部分 一直都是黑箱的作业 陈菊猛烈抛红中央认为教育部 抹煞篡改历史 是非常卑劣的黑箱作业 相对于中央的冷漠忽视 去年台南城大新社广场 就投票命名为南融广场 并选在镇南融殉道25周年时 举办追思会 连镇南融的女儿都到场致意 年轻学子追求民主 勇敢表达自我主张 占据希望民进党中央和立委 应该硬起来 要求教育部不能删除历史 藐视人权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